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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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刘主任 欢迎您 刘主任本身就是眼科专家 所以到您那去看病的病人 肯定眼睛的问题都比较重 那现在比较集中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您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你比如说有一次我的门者就来了这样一个病人 一个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女性 她一进门就让人觉得看着比较诡异 她这个戴着这个帽子 即便是在室内还戴着墨镜 墨镜的尺寸也很夸张 好不容易把墨镜摘下来 也是眉头紧锁 坐在我们这个烈锡灯面前 然后我们这个灯光一检查 她也是躲躲闪闪 那她怎么了呢 就是这个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我们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病人 她是一个这个设计师 她还经营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 也处在一种事业的上升期 对自己的这个外观也比较重视 为了好看还戴着美瞳 然后每天是这个 画眼线啊 接睫毛啊 然后这些 这一年多以前呢 她忽然觉得这个眼睛啊 就是特别容易干涩 也容易疲劳 开始呢她没太当回事 就觉得累了呗 就自己买了好多的这种网红的眼药水 点 点完了也确实有效 但是后来她就慢慢地发现呢 就是说这个 眼药水能够缓解她症状的时间 越来越短 而且后期呢 这个眼睛有这种异物感 烧灼的这种疼痛 眼睛红 怕光 在办公室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办公的 这种照明的条件下 她还要戴个墨镜 你想就是在办公室里你戴个墨镜 那你显得就是跟同事格格不入嘛 而且她还喜欢把这个办公室的灯光调得特别暗 那那你行 那别人受不了 怕光 嗯 长期的不舒服啊 这个人甚至都有一点这种焦虑啊 这种抑郁的状态 她来到我们这检查 通过很简单的检查 那然后就确定了 她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肝炎症的患者 嗯 肝炎症这个名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频次是越来越高了 我前两天啊 遇到了我们台里的一位退休的老前辈 嗯 他还在说及自己的眼睛 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的干涩 然后就问我说 哎 小鸡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肝炎症呢 我说您是打哪听到的这个病名呢 他说你们的节目当中不是经常说及 如果上年纪了眼睛干涩 那就是得了肝炎症吗 那您先跟大家明确一下 这个肝炎症和眼睛干涩是一回事吗 呃 眼睛干涩呢 是一种症状 啊 而肝炎症呢 它是一个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啊 然后一个眼表系统的这么一个疾病 它的主要的表现啊 是我们眼表这个泪膜 它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模型 让大家来看一看 呃 我们要首先就要看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的表面啊 它有一层这个肋膜啊 就是均匀的啊 覆盖在这个眼睛的表面 尤其是这个角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啊 肋膜呢 呃 虽然就是薄薄的一层水膜啊 但是呢 它分为三层 最表面那层呢 叫脂质层啊 它就能防止呢下面的这个肋液呢 很快的蒸发 而中间那层呢是水液层 最下面这一层呢叫粘液层啊 它是由很多这种这个粘蛋白组成的 它能让这个眼泪啊 更好的附着在这个我们眼球的表面 呃 这就是这个类膜 各种原因啊 包括啊 我们的环境因素啊 我们全身的因素 眼睛局部的因素啊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些习惯 用眼的习惯啊 造成了这个类液分泌的减少 呃 蒸发的过快啊 或者说它的类液的质量下降 和分布异常啊 都会造成肝眼症 那么肝眼症的轻度的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干涩啊 一种感觉容易疲劳啊 重的呢 然后就会有一种烧灼的疼痛啊 异物感啊 眼红啊 或者严重的在发生这种畏光啊 也怕风啊 怕烟啊 反正眼睛比较敏感 常人能够接受的一点点的刺激 他可能都接受不了 在更严重的病例呢 就可能发生丝状角膜炎 啊 角膜长新生血管 失去了它的透明性啊 呃 极端的病例 或者说造成失明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嗯 你也提到了 其实眼睛干涩 只是干眼症的一个表现 对 而且呢 也分轻分重 嗯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不是所有眼睛 有一点干涩的人 就都是干眼症 嗯 但是我们干眼症 现在在人群里边的发病率 确实还是很高的 刚才的那四个症状 我都对应上了 我也有过胃光 我也有眼睛干涩 然后有 有痒 有那个眼底 有那种红血丝什么 这些我都对应上 就是这个干的程度吧 就是有时候到我早上起来 我觉得我的眼皮子 都要被眼球给粘住了 嗯 就那种干 然后长时间地 睁着眼睛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就是你眼球表面 没有了刚才专家说的 那层润滑剂 泪膜 哎对对对 没有那个东西了 就觉得我的眼球 在直接接触空气 它要裂开了 甚至还会有痒的情况 嗯 是 我也有 刚才我看那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揉了揉眼睛 感觉眼睛有点酸胆 你手脏 不要随意揉眼睛 是吗 不能这样下揉 手上有很多细节 就是眼睛特容易疲劳 而且人家给我那 跟我说就是 因为我眼睛也小 有时候觉得 特别不尊重人 说你把眼睛睁开 跟我说话 大哥我睁开了 不是眼睛本来就小 有时候还有一点 未光的感觉 有时候就跟老师 搭了这眼皮 就跟没睡醒似的 就像蜜蜂眼一样 对对对 但是虽然我有这些症状 我不否认 但是我觉得 好像我们年轻人 离这些病还是挺远的 所以我特想问 专家老师 年轻人患 肝眼症的人多吗 年轻人 肝眼症的发病率 也是越来越高了 我们统计有 30岁以下的人群的患病率 也有20%到30%的 老年人患病率 就会更高一些 可以达到30%到50% 目前我们的这种环境 包括这种工作和生活当中 空调 暖气 都用的特别普遍 都会造成我们的环境 更加干燥 促进我们肝眼症的发生 所以说我们开头说的 那个病人 他的这个肝眼症 跟他好多的这种 不良的生活习惯 和用眼习惯 是关系很密切的 你想啊 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 应该说是3到5个人当中 就有一位得了干眼症了 就已经不是眼睛干涩 那么简单的症状和感觉了 已经是到了疾病这个阶段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个发病率就越来越高了 且不说刚才的那四个症状 我都对应上了 最主要是有一次 我做过一次节目 然后当时就把我眼睛 用那个眼罩蒙上 然后牵着一只导盲犬 感受盲人一天和生活 我当时内心的那种恐惧 我才知道我对我这双眼睛 有多么地需要它 就你是一种孤独感 就当你没有视力的时候 你这内心那种恐慌 你觉得世界都把我抛弃了 你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是你这个 生会的一个黑洞里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眼睛 因为刚才专家说了 最严重的会导致失明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晴天霹雳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特别能够理解 一开始刘主任提到的 那位年轻的女性 她到门诊去看病的时候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种 精神状态 特别怕见人 也不敢摘掉帽子 不敢与人去正面的交流 那就是这个疾病 真的是不光引起 她眼睛上的一些病变了 甚至也影响到她的心理 影响到她的精神了 对 看来这个疾病 咱必须得赶紧重视起来了 对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 为什么很年轻 就得了肝眼症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时空之门 去一探究竟 在这扇门背后的是两个屏幕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 对 手机和平板电脑 你现在离得开吗 不可能离得开 可能还会有再大一点的 笔记本电脑 还会有再大一点的电视 反正就是离不开屏幕 我刚才说过了 我的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同时还经营着 自己的这个自媒体 所以他每天呢 不是电脑的屏幕 就是手机的屏幕 然后可以说是这个 坐着看 走着看 躺着还是看 他这种电子产品用得特别多 我们看这个手机啊 还有电脑这些屏幕的时候 我们眨眼的次数 就会减少 我们正常人呢 然后在日常的这种 平常生活当中啊 是不断地要眨眼 我们叫顺目 这个眨眼呢 它可以促进 我们的肋液分泌 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肋液 在眼表的这种均匀的分布 频率呢 就是一分钟 差不多要有二十次左右 当我们看手机 看电脑 看屏幕的时候 尤其这个内容 对你那个吸引力特别大的时候 你眨眼的次数 肯定是会减少的 有的时候 甚至于一分钟不眨眼 都是有可能的 长期的这个不眨眼 或者眨眼的次数 明显地减少 就会增加这种肋液的蒸发 加重感染症的症状 那么我们临床上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 就是肋膜破裂时间 这么一个实验 可以说肝眼症的患者 他肋膜保持着稳定性的时间 要明显地变短 肋膜破坏 明显地要是快于正常人的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肋膜 它在一次顺目以后呢 肋膜保持着稳定性的时间 可以保持十秒以上 而这个肝眼症的这个患者 他这个肋膜破裂时间 低于十秒 看这个病人呢 只有四秒到五秒左右 明显地快于正常人 尤其是呢 就是说他每天 比如在睡前 然后关了灯了 也还想再刷一刷手机 看一看iPad 但是这一刷 就不知道刷多长时间 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 然后一个亮的屏幕 在这刺激 就更容易疲劳 更容易加重这个肝眼症的症状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要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 肯定是眼睛感觉到很酸涩 这是眼疲劳的一种表现 但为什么如果要是 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特别暗 甚至是把这个整个的灯 全都关掉了 再去看这个屏幕 就会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 会更大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以领药业 莲花清风胶囊赞助播出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要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 肯定是眼睛感觉到很酸涩 这是眼疲劳的一种表现 但为什么如果要是 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特别暗 甚至是把这个整个的灯 全都关掉了 再去看这个屏幕 就会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 会更大呢 我们再谈这个 就是说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下 关了灯玩手机 它和这个背景光 然后它反差特别大 就更容易疲劳 我们关了灯看手机 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 很少有关了灯 然后我坐在那个书桌前 看手机 没有 那躺在床上 就不是这样躺 就是那样躺 那这个手机 在眼前的距离 也是这个 不是固定的 这样的眼睛 老处于持续地 调节焦距的这种状态 它就更容易疲劳 疲劳 冲血就会加重 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 比如说分泌的障碍 然后还有这个 肋液分布的障碍 还有肋液排出的这种障碍 都是有的 而且在黑暗的 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瞳孔会散大 瞳孔散大了 对于一些先天 解剖结构 就有一些异常的人 就容易诱发 它发生这个青光眼 当然了 还有我们现在常说的 这个近视眼的加重 这些都有关系 所以就是说 看手机 关了灯还是看手机 这是造成我的这个病人 发生了比较严重的 肝炎症的一个 主要原因 现在可能 这个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好 生活的方式呢 很多都是不太健康的 尤其是不太注重 用眼的健康 所以久而久之 长期有这种坏毛病的话 真的是大大的破坏了 我们的眼睛 你看笑书 你有没有就是 黑了灯之后 还看手机呀 看平板电脑 都没有习惯呢 我觉得睡前 酝酿个半个小时 很正常吧 我觉得我说我要酝酿一下睡觉了 然后看个最少得半个小时 最少 我估计有时候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回到刚才 你说到什么眼睛干涩 要怕光啊 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找到根了 是啊 以后开着灯 开着灯玩 连续有和笑书相同的习惯吗 有 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突然发现 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走动的时候 也看手机 因为你看刚才说 那个焦距的问题 你走动你浑身都在动啊 你手机也在远近的 这么来回的调整 对 那你这一路上一边玩一边看 那你的眼睛就 那就更累了 一会儿近点 一会儿远点 哪怕就差那么很小的浮动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这走路的时候玩手机 我觉得不光眼睛会出问题 人身安全都会出什么问题的吧 嗯 连续你是在讨厌自己的眼睛吗 看到我的眼睛功能到底怎么样 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你就想象那个镜头 一会儿推一会儿拉 一会儿推一会儿拉 好累啊 其实我这个特别惭愧 我每天在睡的时候 我比我姐更严重 我必须要打两个小时游戏 我才睡在关灯的情况下 所以我刚才说 我未光有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我老婆半夜 上厕所一开灯 嘎这眼睛一样就刺眼了 我刻意地就回避一下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老师刚才专家老师说的特别对 嗯 我也发现了 就是你多眨眼就好了 因为刚才说了 你眼睛眨得少 那我多眨过眼 我不就不得感眼睛了吗 可是当你剧精会神地打游戏啊 或者是看剧的时候 你会刻意地去 多眨几次眼睛吗 那不可能眨眼睛啊 不是啊 那很精彩的剧情 一眨目眼就过去了 而且你在打游戏呢 你眨眼这人物就 因为我是觉得 你再怎么眨眼次数少 也不至于到 就是说 刚才老师说 才甚至于几次甚至十几次 我觉得不太可能 有的时候就一分钟 都不能眨一次 对 那不太可能吧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 怎么可能会那么少呢 眨眼次数应该还是挺多的 嗯 其实呢 我们在这次录制之前呢 已经偷偷地拍摄了 我们三位嘉宾 看屏幕的时候的眨眼状态 嗯 现在咱可要用事实讲话了啊 咱们一起来看 我们这计时是一分钟之内 这边呢 是校叔在跟人正常交流的时候的 眨眼屏次 但是你看呢 这边呢 就是校叔 紧盯着屏幕的时候的眨眼次数 姐你是不是当时抢红包呢呀 我也不知道 我在干嘛 我怎么撑得住的 你眨都不眨呀 对呀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在干嘛 怎么能直眨了三次 我我 你要我现在去做一分钟 现在直眨三次眼 我做不到的 因为我隐形眼睛会掉下来 我是戴美瞳 但是你现在让我去回顾 我感觉好像我长时间看手机的时候会 呃 就是离开手机的时候 我眼睛需要这样 就是奔眯一下 或者打个闷哈欠 就要才能让他 有点眼泪 哎 有点眼泪 才能让他舒服一点 这个倒是有的 嗯 嗯 所以不拍摄 你都完全意识不到 自己听屏幕的时候 有多么聚精灰神 不眨眼睛哦 你都能做得到哦 我没想到 我还有这个特异功能呢 哈哈哈哈 连续也是啊 连续 这就是在化妆间里边 对 在录制之前啊 我们在进行 日常的沟通交流 对 对 妈呀 你干啥呢 你在干啥呢 不是我那较劲 打游戏 打游戏呢 打游戏呢 四次 其实我在玩手机 是玩一款游戏 还挺好玩的 我虽然眨的不多 但实际上就这几次 我还是被迫的眨的 就是哪 除非眼睛已经干了色了 甚至都不舒服了 我眨一下眼 真的不愿意错过 那个精彩的每一个环节 实在难受了 眨一个 如果要不难受 可能我这一分钟 可能连一下都不眨 对 因为有一些游戏是计时的 对 看你最快的时间是多少 所以那可能每一秒 你都不想错过 就不能眨眼 对 好 再来看看刘帅的 刘帅刚才可把大话 放出来了啊 对 这十秒钟过去了 一次都没眨呢 但是他眨能看得出来吗 他那个眼睛的 哈哈 我睁着呢 我睁着呢 我真睁着眼 哈哈 睡着了 哎呀 这紧张 呵 这紧张 我真的是没注意到 我十七次啊 对 所以我眨眼的频率 还是挺高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恰恰相反 跟他们相悖的是 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居然眨眼次数那么少 你这个 这个就不太正常了 你这问题大了 这个有可能是刘帅 他刚才聊天的话题 比较沉重 而他玩手机那个游戏 又比较无聊 这种可能就是他在聊天的时候 眨眼的次数比正常要少 因为他很专注 他这个游戏呢 对他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可能这关以前过过 现在把它按照常规再打过去 我主要在下一关 可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刘主任您看啊 这个我们三位呢 其实也是中青年的代表了 这也是绝大多数中青年人的日常生活 对 那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 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真的有一天 就会很快地走到该眼症这个阶段了呢 对 现在手机和电脑的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 不要小看这个眨眼 这么一个动作很简单 它还可以促进这个肋液的一种 心脑的一种交替 在这些交替过程中 可能他也把眼表的一些细菌啊 或者一些微生物啊带走 所以不要小看眨眼 你眨眼的次数少了 可能短时间内啊 没有什么事啊 长此以往一个累积效应 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啊 而且刚刚校叔说了 他平常呢 是有戴美瞳的习惯的 对 这个对于肝眼症的发生有影响吗 也有影响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隐形眼镜啊 就是尤其的美瞳啊 他无论再通透啊 多么清水 多么透气 他也肯定和那个自然情况下 他是不一样的 几乎没有一个人 可以戴隐形眼镜戴一辈子 总会有那么一天 然后就是说 我劝你戴 我不想 我再也不想戴了 因为他都会对这个眼表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角膜员的干细胞啊 眼表的表皮细胞啊 都会造成一种这个损伤 我们这个角膜呢 在正常的生理过程当中啊 它是需要外界 这种空气当中的养的 而我们的这个美瞳啊 它无论怎么宣传透气透养 它也还是要阻断一部分养 一些上皮细胞啊 包括干细胞的一些活性 就肯定就会下降了 慢慢就会造成这种 肋液分泌的不足 这个肋液均匀的分布 也会比这个不戴隐形眼镜 就更困难一些 但是你戴的不多的情况下 这种损伤会在你不戴的时候 会有修复 但是你长时间呢 持续的这种佩戴 有的地方它恢复不了 而且越来越重 慢慢地然后就会 造成这些肝眼症啊 甚至一些角膜员 长了心生血管 然后一些碱元啊 也有一些炎症啊 造成你以后这个眼睛 严重的不适 小叔啊 咱是又戴着美瞳眼镜 又长时间地盯着屏幕 对 咱还要不要眼睛了呀 我其实自己又担心 然后又做不到正确的方法 我550度近视 所以我如果不戴一心眼镜 我还有150度的散光 我的那个镜片特别厚 就跟啤酒瓶底似的 如果有工作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考虑做那个 手术 激光手术 是的 因为我戴上框镜 我总觉得我眼皮子好沉 睁不开 戴上隐形眼镜 我才觉得我有了痘痣 我才就醒了 这种感觉 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家 特别不舍得摘我的隐形眼镜 但是你醒了 你的眼睛伤了 对 眼睛开始受了枷锁 嗯 说到戴美瞳 我突然想起来 中睫毛 闻眼线 也有可能会引起肝眼症吗 确实会引起的 因为在我们的睫毛的那个根部 就是这个 剪板线的这个开口 那我们的剪板线 它分泌的这种纸质 就是成为我们这个 肋膜最表面这层纸质层 然后它可以防止 这个肋液蒸发的过快 而闻眼线呀 然后睫毛啊 这种眼周的这种操作 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 就会破坏我们这个剪板线 造成这种纸质型的缺乏 造成蒸发过快 加重了肝眼症的发生 我觉得咱女性 还真的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其实你看我们闻眼线啊 种睫毛啊 带美瞳啊 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 看起来更漂亮 是啊 但是 谁想到我们的眼睛 未来会怎么样呢 对 它能不能让我们 真的看清这个世界呢 它的功能就会不会丧失掉 是啊 确实没有想到 就是我突然有个问题啊 其实我这个血糖有点异常 我们老听说这个 糖尿病会造成这糖尿病眼 让这个视力也不好 那么我就想 我这血糖有点异常的话 会不会也跟肝眼症有关系呢 确实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啊 比如说 就连续说这个糖尿病 它跟肝眼症的发生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们普通说 就是说人糖尿病血糖高 那个皮肤上哪有个伤口 就不容易愈合 对吧 这是皮肤上 眼的表面一样 长期的糖尿病 血糖控制的不好 也会影响眼睛的角膜的上皮 它角膜上皮的质量不好 然后刚才我们说 肋膜分三层嘛 然后这里边那层 叫年代白层 它要附着在角膜上皮上 你这个附着物 然后都不牢固 那你这个肋膜肯定不稳定 所以糖尿病 尤其是长期的糖尿病 而且血糖控制不好 它的肝眼症的发病率 肯定是比正常人群要更高 所以啊 咱不能只看眼前 要看得更长远一些 为未来的健康去着想 所以朋友们 咱怎么办呀 怎么办 怎么办呀 对 着急的 您给我们出个法子 想个办法 怎么解决一下这问题 有困难就先找别人呀 关键自己想的招都不靠谱 对 我觉得还是扔手机 扔手机 扔手机 因为好像现在很多的病 都是来源于 这个万恶之源 就是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 不行 实不行就是你扔我 我扔他 他扔你 咱下的句话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 我觉得遇到困难的 咱们首先啊 得调动自己的积极性 主动性 咱自力更生 对 所以说到这儿 大家想不想自救呢 想 想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 好 我们三位嘉宾啊 也是动了脑筋的啊 来看看他们的自救方法 都是什么 我是防蓝光眼镜 你说看手机 你肯定是憋不住 还是得看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这防蓝光眼镜 就非常有效地 保护眼睛和视力 而且更能预防肝眼症的发生 我怎么觉得 说这么有道理呢 对 我还真觉得这回挺靠谱 好 再来看看 校师傅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救自己的眼睛 我觉得这个应该 所有带眼线眼镜的人都有吧 手边一定要有眼药水 我特别喜欢买那种超清凉的 就是第一样之后 五级清凉 第一样之后 哇 瞬间清醒 然后你就觉得你眼睛里面像 吃了 给眼球吃了薄荷糖 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真的一下耳聪目鸣了 好 再来看看连续 你打算有什么招 救救自己的眼睛 我这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蒸汽熏眼睛 觉得又暖和又舒服 有了一种电子的蒸汽眼罩 它在里头还能添加各种这种药 什么之类的 相当于你既做了蒸汽 这种循环的这种按摩 还能有一些药用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 是不是有点 类似于跟热敷似的那种感觉 对 对对 还补水了 它不是缺水吗 好 那我们身后呢 有救命绳索 你们使用的拯救眼镜的方法 真正能够救到你们的眼睛吗 三 一 刘帅和笑书使用的这个自救方法都不对呀 二位 二位 我手里有一款非常好的蒸汽眼罩团 请上链接 你看那锅盖是不是坏了呀 不行了 你们 怎么会呢 疯死我了 对 砸着一下绝对不冤枉啊 咱们先回到座位 慢慢听刘主任为我们解释 好 行行行 刘帅和笑书我两位啊 推销产品没成功 对 也没有达到自救的效果 那咱们请刘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第一眼药水啊 包括戴蓝光眼镜 都不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症呢 嗯 那我们先说这个刘帅这个防蓝光眼镜吧 如果他这个手机啊 电脑的屏幕啊 不是山寨产品 是正规厂家的 那么他的蓝光呢 都是合乎标准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额外地去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 也没有预防干眼症的作用 嗯 再说笑书这个眼药水 咱们回到咱们节目最开头 我的那个病人 他在最开始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自己买了好多种眼药水 而且当时用的也能够缓解 嗯 但是他就不知道啊 大多数的眼药水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复刑剂呀 防腐剂呀 嗯 这些呢都会啊 对我们的这个眼表啊 造成一定的损伤 啊 而且我们就是有一些轻度的啊 干眼症啊 或者就是一些是疲劳的病人 啊 正是因为长时间的乱用眼药 啊 造成这种药物性的损伤啊 反而加重了干眼症的发展 嗯 嗯 所以乱点眼药是不行的 嗯 像我说刚刚提到的那个眼药水 是带有着清凉作用的 对 其实缓解疲劳啊 主要还是你要让眼睛休息休息 不能从我们的这个体感来判断 不能从字面意义去理解这个眼药水的根本的作用 哎 唯一正确的呢 就是连续使用的这个自救方法啊 对 戴上蒸汽眼罩 这个好在哪里呢 嗯 连续的这个蒸汽眼罩呢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 首先呢 它这个蒸汽啊 可以就是对我们这个眼周的环境加湿啊 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 再有呢 它这个蒸汽眼罩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温度的啊 可以促进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啊 促进这个减板线的这个分泌功能啊 促进肋液的分泌啊 所以说呢 它这个蒸汽眼罩对干眼症还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嗯 它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啊 但是它是无法从根本上治愈 干眼症 嗯 那看来我们可能对于干眼症的预防和缓解的方法 都没有足够的掌握啊 对 我特别需要让专家老师告诉我 到底应该怎么办 像我现在我眼就很干呀 嗯 怎么办呢 我不能现在去找蒸汽眼罩吧 其实我也就是瞎猫碰上死号的 是我知道 所以我为了我们这个眼睛啊 心明眼亮啊 你还真是给我们多出手出手 嗯 好 那大家自救的方法呢 其实是有一些偏差的啊 那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有效的预防干眼症的发生呢 大家看啊 这里呢 刘主任特别准备了三条救命的绳索 我们请刘主任一一来为大家揭示 第一条救命的绳索是指向了什么方法呢 控制时间 我们说这个控制时间呢 主要是说我们用电子产品 然后这个时间 一个是总量要控制 就是说能尽量的少看 尽量少看 还有就是呢 就是一次持续的时间 不能持续的 比如说我一天我要看五个小时 那五个小时一口气看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一定要控制时间 比如说我们在近视防控里边 我们说过 2020-2020原则 我们看20分钟的屏幕 要远眺20英尺以外的地方 20秒 有这么一个2020的原则 那这个原则同样也适合 预防这个干眼症 但是你没有必要把时间掐得那么准 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 你要注意看屏幕的时候 要有主动的休息 我们大多数日常的情况下 我们用眼都是这样的 看 一直看到 哎呦 这个眼实在受不了了 闭上眼休息一会儿 这种叫被动休息 我们要做到主动休息 控制它时长 所以我们在这个 用电子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屏幕 设成这种健康的模式 也可以用手机 给自己订个闹钟 你比如半个小时 就提醒我 应该主动休息一下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 保护眼睛的第二条救命绳索是 就是这个空气的湿度 就是干眼症 在南方 一些气候比较湿润的地方 它发病率呢 确实就要比北方要低一点 这是跟我们这个环境有关系的 你环境的空气越干燥 然后这种泪液蒸发的也就越快 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 夏天的空调 冬天的暖气 都给的特别足 所以这种环境下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加湿 保持一个空气 一个适宜的一个湿度 我们可以让笑书来感受一下 当我们的眼睛的局部 受到了这种加湿的影响之后 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好嘞 我们已经提前的微笑书 准备好了一杯温热的水 还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 我先试试电风扇吧 这个 这就干得快了 这要掉了 现在就是从外界给你制造了一个 干眼的不舒服的环境 是 这个感觉太明显了 赶紧关了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有些眼缘催泪 就用这种方式啊 是吧 眼睛会干干完后分泌眼泪 很不舒服了 这事特别不舒服 那你快赶紧用这个 我先这个 熏一熏 这个太烫了 不行 我给你哈 离远一点 这样 远一点 哎呦 我得要持续睁着眼睛对吧 对 这个好舒服 我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都没问题 别烫到咯 好 熏的 这个好舒服 对 用它那个蒸汽 热气 熏眼睛 什么感觉呢 小叔 现在就觉得 把眼球放在了温室里 温暮春风 现在真的一下明亮了 我觉得 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小光环 可能因为 因为它就有湿润的感觉嘛 就感觉柔焦了 好舒服啊 这个 我原来从来没试过 久汗缝干脸了 有这种感觉 特别舒服 我再蒸会儿啊 又暖和 然后还又湿润 那种感觉 而且它好像还加速了我眼周的血液循环 所以你会觉得你 整个这个眼球开始运动了这种感觉 特别舒服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省钱的办法 对啊 这谁 谁能整不起一杯热水啊 这比蓝光眼镜强多了 是啊 特别难受的时候 眼睛的这个干涩 胃光 酸 所有的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你就不妨赶紧用这个热水熏蒸一下眼睛 对 特别在这个季节里面 好 没错 好 那我们请刘主任再为我们揭示保护眼睛的第三条救命绳索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叶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我们请刘主任再为我们揭示保护眼睛的第三条救命绳索 人工肋液 不是所有都能自救 有的还需要大夫的帮助 我还是劝我们的朋友呢 就是说有了这些感染症的症状以后 不要像孝叔那样啊 就是自己然后就去买一些这么网红的眼药水乱点 我们还要去医生那儿去看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嘛 就是感染症呢 它就是它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有蒸发锅块型的 还有分泌不足型的 分布不匀型的 质量下降型的 那样的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用不同的这种人工类液 现在人工类液的品种也很多 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透明脂酸钠呀 它可以和角膜的表面的上皮很好的粘附 它还可以吸附这个水分子 然后来稳定这个类膜 对于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感染症呢 还有这种就是水凝胶类的这种 比如说像卡布姆啊 DNA啊 这种它更粘稠一些 它能够维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所以呢我们干眼症的患者呢 还可以正确地使用人工类液 然后来缓解我们干眼症的症状 明白了 所以啊现在我觉得 咱们不能涂眼前的一时之乐 否则呢就有可能会看平一时爽 干眼灾祸藏 没错 大家都应该用正确的方法 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这才是真正的旧眼睛之道 是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